今天想講一下概念性的生物學現象 那個叫補償點 一會和這兩塊葉有關係 先溫習一點 補償點是甚麼呢 通常是植物學的名詞 我假如把植物放在燈上 這個燈的光強度是一路由暗 變到好光 像這個色號 植物究竟光合狀和呼吸狀的速率 的比較是甚麼呢 大家知道呼吸狀 我們假設它24小時入面 植物都是很均等的 數字很平均的 但是光合狀就不同 它和光強度是直接有個關係 當然光越強 理論上光合狀速率是越高 相反如果是七黑一片的話 就應該是沒有光合狀的 我試一下這樣想 如果我把植物 由黑暗 一路 由黑暗 將它附近的光強度 一路調節 一路調節 你可以想像到 開始的時候 它是沒有光合狀的 只有呼吸再用 就是R 但是隨著光強度的增加 你會發現光合狀開始了 不過開始的時候 應該那個速率很低 呼吸狀快了很多 光強度可以增加 光合作用的速率可以增加 始終去到一點 會這樣的 光合作用的速率 是等於呼吸狀的速率 這個就是植物的補償點 這個可以這樣說 是植物生死有關的一個數字 為什麼呢 呼吸狀 就是消耗 食物儲備 釋出能量 養化它 相反 光合作用 就是為植物製造食物的 如果這兩個數字對等的話 光合作用和呼吸狀的速度對等的話 就是這個是生命線 就是剛剛的植物 是可以生存到 最基本條件的量度 就是食物的消耗 等於食物製造 當然作為食物 它最開心就是這樣 將光強度 一路向這邊增加 直至光合作用速率 是遠遠超過呼吸狀 那就是有累積食物 那就是它有條件 可以做生存以外其他東西 譬如說是生長 譬如說繁殖 或者其他用能量的東西 相反如果光強度 對於這顆植物 主於這邊的 暗些 呼吸作用速率快 那當然植物不開心 那這個概念很簡單 那就是等於我們普通 這些概念 就是做人做事 最重要是 首先是收指平衡 先不要蝕本 就是break even 那這個概念 當然這個數字以上 更加好 在學校門口 有一棵很大的白蘭樹 那麼大的植物呢 大的樹通常有一個特徵 就是它那個樹冠會很闊 很深很高 那就是說那些葉本身 都要適應 就是說樹冠底這些 基本上經常會被 一些上層的葉遮住 那理論上 如果它要對光合作有貢獻的話 它的補償點應該要少低 那相反的樹冠頂那些 現在看到有陽光嗎 在樹冠頂那裏 那經常都是很中足陽光 那如果它要貢獻大一點的話 對整個植物 那應該它補償點要高一點 那它要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失水問題 因為陽光曬下來 溫度越高 它蒸騰的速度就越高 那現在我摘兩塊 看看實驗室上高 然後看一看 那分析一下它們 究竟是大的植物 大的樹 其實是否真的 同一棵植物 有兩種不同的葉 即所謂Sun Loving Shade Loving Plant Sun Loving的習慣 很長短 比較高一點的葉 那應該在樹冠頂部 那Shade Loving 那些應該是 在樹冠頂部 比較陰暗的地方的位置 有這樣適應 它們每塊葉 才對一棵植物 有一個 即是有一個 累積食物的一個貢獻 那一會上不上網 還有我上二三樓 一二樓之間 在這些位置 我們很幸運 即是在窗旁邊 應該碰到這麼高的植物 就不用爬到這麼危險 有時候在這些位置 樹冠頂摘下葉 然後樹冠底摘下葉 看看在實驗室 看一看樣子有沒有分別 這就是學校一二樓之間的梯間 這裏有個好處 我們一開窗 就看到外面一棵樹 甚至窄都會熱 外面有一棵白蘭樹 很高大 它應該在樹冠內部 和底層的地方有點熱 應該就類近我們學的 就是那個 shade-loving leaf 我手上高一塊 剛剛外面摘回來 聽說它們的 compensation point 是比較低一點的 光合作用在低一點的光源 都可以超越呼吸狀 看看結構上會不會有些適應 它做到這件事 我稍後上細節看看 現在摘了快 我現在再上三四樓之間 二三樓之間 看看摘一些樹冠頂 整天有充足陽光照到 聽說它們的compensation point 是會高一點的 看看結構上 和這個 所謂shade-loving leaf 有沒有分別 這間是二三樓之間的梯間 和一棵白蘭樹 我開了窗 就能見到外面樹冠頂的葉 不休沒有陽光 它和樹冠底很大分別 樹冠底整天 被上面的葉 全被遮住 我剛才剛在外面摘了一塊葉 就是這一塊 扁形在樹冠頂的葉 還有在樹冠底的葉 摘回來 看一看 即時看一看的分別 這塊是樹冠頂的 這塊是樹冠頂的 摘回來 這個是樹冠底的 我懷疑 在同樣大小的枝葉 和同樣的位置摘回來 我有個假設 就是他們的發展階段 差不多 這樣才有比較 這塊是樹冠頂的 比較深綠色 還有是厚一點 面積大一點 相反在樹冠底 我懷疑它是 shade-loving leaf 那些 就是綠色比較淺 一些 還有 面積小一點 我眨眼 就這樣看 就這樣 用手去感覺一下 就似乎是薄一點的 就是樹冠底的 這塊 現在實驗室詳細看一看 好 分析一下 剛剛在那棵白欄 兩個不同位置摘回來的葉 這塊 是在樹冠頂的摘回來的 這塊 是在樹冠底摘回來的 我們不用掩微鏡 嘗試分析一下 它的結構 那個hypothesis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在樹冠頂摘回來的葉 理論上應該接觸強的樣子 所以它如果想用盡那些強的陽光 希望光合狀 那個製造食物 那個貢獻最大的話 它應該結構上會有些適應的 那大家要知道 就是樹冠頂長尾被陽光曬著 它會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失水 的transpiration 因為溫度高 那我們學過很多植物 它葉如果要抵禦失水的話 起碼有幾個特徵 比如說 那個cuticle 角質層比較厚一些 我們又不用複雜的 的儀器去量度 我們嘗試摩測 好嗎 cuticle 反光的 我們嘗試看這個 這個就是樹冠頂的 這個呢 就是樹冠底的 大家看到分別嗎 我們從反光程度 可以推斷這塊 應該角質層比較厚一些 看到嗎 同一個position 做一個比較 這個 這個 這樣 是不是很大分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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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時候我們未必會用很複雜的 我們用上式加上一些 一些目測的資料 另外面積 那個樹冠頂的 那個應該是大很多的 另外 厚度 厚度 那我 沒有人想鑒 去量度 我在physics lab借了這個 這個 這個micrometer 我剛才試過這樣夾它 找一個中間的位置 不是葉脈的位置 夾夾 那塊葉就用厚度 中間 前面 還有那個 葉肌這個位置 三個位置做平均值 那這個呢 這塊葉大約是0.2mm 平均值 這個呢 大約0.15mm 那基本上是厚一點的 厚一點怎麼解釋呢 就是我們這個厚度 和這個厚度做個比較 那我想裡面呢 就是 大部分那個厚度 都是由那個 那些葉育細胞 那些葉育細胞 是佔據著的 那厚一點的意思 我想就是多一些 那些 或者多一兩層 那這個呢 可能少了兩層 甚至是每個 那些 它基本上那個 可能的長度 都會 就是 短一點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適應 那另外 都深綠色一點 這個深綠色一點 這個深綠色一點 這個淺綠色一點 那基本上 由目測就知道 它裡面 每個 每個細胞 它應該 那個 葉綠體 那個密度 應該高於這個 是吧 那當然我有一個假設 我盡量 摘這兩塊葉的時候 呢 就在同樣長度的枝葉 和差不多同樣的運字摘回來 那所以我這樣比較 是深信的 深信就是 這兩塊葉的 那個developmental stage 應該是差不多的 應該差不多 那你當然可以質疑我的說法 是吧 但是我盡量是 做這個比較 OK 假設這個樹棺頂這塊葉呢 就是 我叫它 Sun Loving Leaf 這樣 這個在樹棺底 它習慣了 是 暗的地方 我叫Shade Loving Leaf 這樣 那其實把這個葉子 刷掉它 變成Plan 那個解釋一樣 那所以我現在講的那個理論呢 基本上用在 個別的植物都可以的 就是Sun Loving Plant 和Shade Loving Plant 不過是在一些很大的植物 比如一棵高樹那裡 它為了適應用盡點光 希望每塊葉都對那個 累積糖那裡 有一個貢獻 它整棵的植物裡面 基本上有兩種類葉的 就經常對著強光的那個 應該它的補償點比較高一點 是吧 就是說它需要多些光 才光合作用超越呼吸作用 那因為它處於那個 強光的位置 所以這個條件很容易達到 OK 那當那個植物 或者葉的compensation point 高呢 它有一個優勢 就是它用盡那些光能 基本上它那個 它的頂極的光合作用速率 會很高的 那它融盡在那個位置的光源 雖然它補償點高一點 但是它那個 光合作用的頂極速率 最高的速率也很高 那相反這一塊 Share Loving Leaf 它躲在樹冠裡面 低層的位置 那要光合作用速率 超越呼吸狀的 那唯一就是compensation point 比較低一點 就是說低一點的光強度 它已經做到這一點 但是它基本上 還有限制就是什麼呢 如果一棵植物 或一棵葉的compensation point 低 它那個光合作用的最高 重率也都是很低的 那麼 正正適應了它生存的位置 是吧 暗光的嘛 那些光強度很低 那它很快會達到這個條件 但是它 它只是超越了它的 補償點 它已經 個別的一塊葉去 去討論的話 它已經有一個 淨的累積糖 對整個植物來說有好處 OK 那麼 我用這個圖來解釋一下 這條是一條很出名的 A-Level的題梅 那我加少許光 那基本上 這裡有兩條曲線 A和B 是代表那兩種葉的 Sun Loving Share Loving Leafs OK 我加上這些公仔 其實加的公仔 大家很容易明白 這個太陽 很強光照下來 那這棵是門口的白蘭樹 很高的 也都分很多一層的葉 那 那 在樹棚頂這個 我當有花葉 這樣 基本上它很充足陽光 很充足的 一不休沒有陽光 OK 那所以它天生的補償點比較高 其實不用怕 因為它處於這個位置 是很容易超越到的 那 只要補償點高的葉 基本上 我們可以這樣分析 這個位置 就是補償點 這個Y軸 這個X軸 X軸 是Light Intensity 那 基本上是光強度的單位 那這塊呢 就是A的葉 Sun Loving 那 需要補償點高 它需要強一點光 才是光合作用 超越呼吸作用 因為比它快 但是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看到多點光 它又光合作用快些 給多點光 它又光合作用快些 它最終到達到這個位置 是很高的 就是它的造塘能力很強 那 就切入它的位置 那 正正24小時裏面 就接受強光的機率 機率高一些 但是如果將這個 搬進去這個位置 那就死火了 是吧 就是通日這個位置 都很暗很陰暗的 那不會像樹冠那麼強光的 那如果強硬將這塊葉 生在這裏的話 那它不用指望光合作用 比呼吸狀更快 那這樣很蝕底 只要有其中一些葉 它呼吸狀更快 比呼吸狀更快 那光合作用的話 它就在那裏 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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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不合那個生存的原則 我當自己是一棵植物 我希望每塊葉都可以 對累積糖的貢獻 那怎麼辦呢 那就生另一種葉出來 那這種葉呢 那裏的補償點很低的 這個位置很低的 那這麼多光 它已經光合狀快 那只要達到這一點 超越這一點的話 那已經 這塊葉獨立來看 已經可以 可以累積糖 可以有貢獻 那如果一棵植物 或者一塊葉呢 它的補償點低呢 基本上它有限制 就是它 maximum rate of photosynthesis 一定是低很多 沒有那麼好處的 就是這個give and take 你超越光合 超越補償點的光強度 比較低些 但是 化葉的限制 就是它的 maximum rate of photosynthesis 也都相對低些 相反 如果是一個 sun loving leaf 或sun loving plant 它補償點是高些 但是相對它的 maximum rate of photosynthesis 也都高些 那麼我將這兩條curve 拼合回這個圖會考慮 剛剛兩個優勢都得盡了 這個b 是shade loving leaf a 是sun loving leaf 只要正常陽光一出現的話 這個強光 這個暗光 大家一起對整棵植物都有 contribution contribution contribution的意思就是 可以 accumulate food accumulate sugar 微觀地看 我們可以這樣看 就是把一塊葉 旁邊這個位置 這個厚度 我當切開了它 放大去看 這個x 這個y 那你可以做個matching 我認為這個 應該是 sun loving 你薄一點這個 應該是shade loving 合理 合理 剛才用微赤量度過 這個 這塊葉 sun loving leaf 厚度 應該厚一點 那原則上的葉 裡面的厚度 大部分都是meseal fuel cell 這個貢獻來的 這個是比較薄一點 那你想像一下 那些光很強光 就來了 很強光 OK 那它是不是 大隻一點的meseal fuel cell 多些層的meseal fuel cell 可以吸盡一點光 那就對光合像貢獻 那每一個meseal fuel cell 裡面的density of color plus 也都相對高一些 相對意思 比一個shade loving leaf 那shade loving leaf 少一些光度 你就算生那麼厚 都沒有用 是吧 你這麼少光度 那所以它生薄一點 免得有這麼多細胞 大家知道 養細胞都需要能量 所以它會吸盡到好處 用到這樣暗一點的光 這樣的厚度 已經可以盡吸了 那何必生那麼厚 養多幾層細胞呢 那它只能繼續掃 細心一點觀察 這個 sun loving leaf 除了meseal fuel cell 比較多 比較大隻 還有裡面的density of color 比較多些之外 看到沒有也有一個分別 生在樹冠頂呢 是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high transpiration ray 就是失水 因為溫度高 看到嗎 這個就是那個角質層 Cutical的厚度 相對這個呢 這個薄很多 這個sun loving leaf 厚很多 又是一個適應 我站在樹冠頂 我要抵禦到失水 以及用盡陽光 進行光合作 這個資料 跟我們剛才的目測一樣 看到嗎 這個 sun loving 這個shade loving 第一 板光 看到嗎 這個Cutical厚 這個 第二 綠色 這個深一點 這個淺一點 第三 size 第四厚度 所以我很相信 這個白蘭樹 基本上這麼大的樹 它是有這樣的一個 進化上的優勢 在樹冠底 這些是個 shade loving leaf 在樹冠頂 是sun loving leaf 加上的優勢 就是每塊葉都可以 對植物 累積糖 是有一個貢獻 這個挺有趣的 這個 有興趣看回 97年 A-level 第十題 問得很清楚 這個 我猜是DSE的同學 都可以看得明白 好